大家好, 欢迎来到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, 早晨一打开电脑呢就被一则消息刷屏, 为了方便还不太了解情况的朋友, 我就简单的做一下新闻和背景的回顾, 中印双方在对峙多天后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流血事件, 印度军方证实, 在这次冲突中有三名印度军人被打死, 而中方死亡数据呢并没有被证实, 香港东王也就是国内的东方日报集团的报道称, 中国方面有五死十一伤, 环球的胡锡进在微博中也称中方也有伤亡, 很显然, 中国方面不愿意明说应该是不愿意将事情升级, 双方军人在前线的急性冲突可能也是后方的高层没料到的, 目前双方的军方高层正在密切的接触, 中印这些年的边境冲突呢也有过极其, 2017年动朗对峙事件发生在中印和布丹的交界处, 除此以外, 中印的边境纠纷还包括藏南地区, 以及克什米尔附近的阿克塞钦, 这些领土纠纷起源于清末, 当时西藏政府实质上并不受清朝和后来的民国政府控制, 是由西藏和印度签订的协议或者英属印度划分的土地, 1950年解放军攻入西藏后并不承认印度的单方面动作, 下面的我们就来简单的做一些推演, 看看此事对未来中印关系的影响, 我们主要从地缘政治、经济和军事竞争几方面来分析。 第一是地缘政治, 在60年代初, 印度本是坚定的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, 也就是在1947年开始的冷战中不选择战边, 力图开创独立的第三方势力。 我们在前几天的新冷战阶段的视频中也有提到, 但是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改变了印度的立场, 1962年8月古巴导弹危机造成了美苏关系紧张, 美苏无暇干预中印冲突, 虽然印度在战争中可以说是惨败, 但印度却保有了争议领土, 印度也受到美英苏等不同程度的支持, 而中国却因为朝鲜战争及中印战争先后遭到三个世界的孤立, 国际地位非常的低落, 战争之后, 中印外交关系也发生较大转变, 随后印度就改变了不结盟运动的主张, 一直坚定的站在苏联阵营, 与中苏分裂之后的中国对立, 而中国则与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关系密切, 并在冷战后期与美国合作站在了苏联的对立面。 虽然冷战结束之后中印两国的关系得到恢复, 但至今印度军方内部仍将中国视作最大的假想敌。 1982年, 印度将实际占领的藏南地区升为中央直辖区, 1987年成立阿鲁内恰邦, 1987年两国在边境发生边境冲突, 并差点导致两国再次开战。 其实, 领土这种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, 因为双方都不太可能退让, 都是公说公有理, 婆说婆有理。 不过讽刺的是, 中国政府对于同样是清末沙俄侵占的领土却无意义。 这里呢, 我们不多说, 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过三次印巴战争。 看得出来印度也并不害怕打仗, 实至如今, 印巴的关系已经逐步缓和, 中印领土的问题再次沉销日上, 而印度也在经济上把中国看作是最大的竞争对手。 我们下面也会继续分析, 我们在冷战的那期视频也提到, 强烈的不信任是冷战发生的必要条件。 目前西方的自由国家正在逐步形成对中共的强烈不信任感。 新冷战也一触即发, 而这次冲突也会让印度未来坚定的站在中国的对立面。 这和我们刚才讲的中印战争后的战队形式会非常类似。 印度的外交定位是区域性大国, 印度控制着印度洋航线连接着亚洲和中东。 此前印度就和美国等国家组成了美日印澳安全合作机制。 印度的东旺政策也力图保持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。 接下来我们再讲讲经济层面。 印度不光在军事上把中国看作是最大的假想敌, 也在经济上把中国看作是最大的竞争对手。 印度认为中印同为人口大国, 地理相近, 就必然是天然的竞争对手。 中国虽然一直想把印度拉进自己的圈子, 从早期的金砖国家到后来的一带一路, 再到区域伙伴合作协议。 而印度却拒绝参加一带一路会议, 拒绝加入区域伙伴合作协议, 导致该协议迟迟无法签订。 印度国内也有强烈的反华情绪。 2019年印度对华的逆差高达630亿美元。 印度民族主义者把中国商品看作是侵蚀印度工业的罪魁祸首, 并经常发起对中国商品的抵制。 我以前在节目里也一直说, 不要小瞧印度, 中国未来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美国, 而是同为14亿人口的印度。 印度自独立后一直奉行社会主义经济。 在80年代后期印度逐步市场自由化, 随后经济增长非常迅猛。 印度经济原来依靠的是服务业和某些高科技领域如软件和制药。 莫迪上台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 学习中国将制造业看成振兴印度经济的支柱。 莫迪要将制造业产值占比从现在的15%扩大到25%。 莫迪的分阶段制造业计划也出现成效。 目前印度已经是智能手机的第二大生产国和汽车第四大生产国。 最近印度也研发出来自己的动车。 印度动车虽然比起中国还是有不小的差距, 但是追赶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。 所以在制造业上,印度会和中国形成激烈的竞争。 其实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两个14亿人的世界工厂。 就在几个月前,印度刚刚通过法案禁止中国和香港对其战略资产的收购。 最后呢,我们再来说说军事层面。 《环球时报》三年前曾经发布过中印军力的对比图。 内容项目包括军力排名、人口、装备等39个项目。 其中,中国有34个项目超越印度。 军力差距确实很明显。 但是印度具有地理优势和国际优势。 中国在西藏军区的军队在中国各军区中算不上多强。 武器装备也算不上先进。 在高寒缺氧地带的补给也很成问题。 这也是当年中国在中印战争主动撤军的原因之一。 而印度在边界附近却有着全国的精锐部队。 而且地处平原容易调遣和补给。 中印两国也都是核武国家。 在常规武器上也没有多少差距。 印度的主力战机火炮和导弹和中国并没有代差的区别。 所以一旦打起来结果很难预料。 同时在国际舆论上,中印再次爆发冲突。 西方民主国家肯定是站在印度的一边。 亚非拉国家应该也不想得罪双方而保持中立。 所以中国在舆论上并不占优势。 中国在目前的经济和国际环境下也无法支撑一场大国之战。 同时这也会把习近平的对美、对台、对港的策略全部打乱。 总之,我们刚开始提到的中国希望掩齐西谷也算是合情合理。 关于中印的冲突呢,我们还得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。 好了,关于中印冲突的话题就简单的说这么多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。 谢谢大家。